9岁男孩满身鲜血 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一个善良本分的母亲 为何挥刀砍伤自己的孩子 血流不止 命危的男孩 是否还有生还希望 平安365 急诊24小时 即将播出 2016年7月7日 重庆医科大学 附属永川医院急诊科的 监控录像 拍下了惊人的一幕 14点39分左右 只见一名男子 抱着孩子 行色匆匆地 走进了急诊科大厅 当他走到大厅中央的时候 在监控画面中 能清楚地看到 孩子浑身流满了鲜血 很快 孩子被送到了急诊室内 发现右前壁有一个 横行的长约7到8公斤的伤口 是里面部分肌肉和肌腱是断了的 经过检查 医生发现孩子的右前壁上 有一个长约7到8厘米 深约1厘米的伤口 由于皮下的大血管已经断裂 鲜血还在不断地从伤口处流出 孩子的话 也出血比较多 面色苍白 精神萎靡 孩子手臂上 这个足以致命的伤口 究竟是怎样造成的 到底是什么人 能够忍心对这么小的孩子 下次很熟 镜头中的这个女人 就是受伤孩子的母亲 何天平说 儿子手臂上 这条长约7到8厘米 深约1厘米的伤口 正是妻子用刀划开的 那么 到底是什么原因 孩子的母亲 能够忍心将自己的孩子割伤 甚至将筋都割断了呢 受伤的孩子 名叫磊雷 今年九十 事发当天 在家玩耍的她 被母亲杨女士 用菜刀割伤了手臂 由于伤情严重 在当地医院寻求治疗无果 杨女士请来邻居帮忙 将磊雷送到重庆医科大学 附属永川医院 医院给我打电话 我现在在车子高级 外有40公里 我都农永川了 很快 何天平赶到了医院 当她看到孩子的一刹那 彻底惊呆了 医院第一时间 开通绿色通道 将磊雷转到了小儿外科 进行救治 并给她做了心电监护 此时的磊雷伤势严重 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急诊室内的医生 向磊雷的父亲 介绍了孩子的病情 皮下的大血管被划断了 现在出血比较猛 然后有可能肌腱会断你 如果肌腱断了的话 那么手的功能 有可能取称的功能 有可能取称的功能受影响 现在我们最紧急要处理的 就是止血 这刀划得比较大 伤到了皮下的较大的血管 这个血管可能 至今有两到三毫米 出血比较猛 然后伤到了肌腱的表面 大概它的出血量在 两百三百毫升 有可能到四百毫升 此时包裹着 蕾蕾右手手臂的白色纱布 已经被染成了红色 李医生小心翼翼地 将纱布掀开 鲜血立即从伤口处 源源不断地流了出来 入院的时候 小孩精神不好 烦躁 面身苍白 心里快 就是具有 实行修科的表现 由于那类失血过多 导致血压迅速下降 呼吸微弱 并开始出现 间歇性昏迷的症状 如果再继续出血的话 我们随时都有 出现生命危险 甚至死亡 原本善良本分的母亲 为何挥刀砍伤自己的孩子 我都抱着我的老话 我都看着我自己的肚子打呀 血流不止 病危的孩子 是否还有 生还希望 平安365 急诊24小时 正在播出 看着病床上生命垂危的孩子 何天平怎么也想不明白 一向温柔贤惠的妻子 为什么会狠心的将他们的孩子割伤呢 何天平一家 住在重庆市江津区游溪镇丹凤村 他和妻子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 平日里 何天平在重庆市打工 和妻子独自在家照看孩子 在家人邻居眼中 杨女士是一个善良朴实的女人 那她为什么会突然用菜刀 将儿子割伤 到底是什么原因 是她下次狠手 原来事发当天中午 杨女士正在做午饭 雷雷在自家附近玩耍 念着家里喂养的鸡 到处跑 因为担心孩子把鸡碾丢了 杨女士就让雷雷去把鸡捉回来 由于跑远了 雷雷并没有听到妈妈的喊话 没过多久意外发生了 雷雷哭着跑回了家 看到孩子的右前臂上 有两个小孔 杨女士顿时被吓得惊慌失措 缓过神来的杨女士 为了救孩子 已经顾不上危险 学着影视距离的动作 直接用嘴去瞬息 孩子被蛇咬伤的地方 想把蛇毒吸出来涂掉 因担心蛇毒流向孩子的心脏 引起生命危险 杨女士想用菜刀将孩子被蛇咬伤的部位 割一个小口放血 但是由于菜刀太过锋利 雷雷手臂里的血管被割断 心血之流 看到雷雷的手臂 杨女士慌了手脚 顾不得蛇毒 赶紧抱起儿子 跑到当地医院给儿子止血 由于雷雷的伤势严重 村里和镇上的医院都不敢接诊治疗 自己的孩子难道就这样失去了 杨女士感到彻底绝望 在邻居的建议和帮助下 杨女士抱着仅有的希望 将雷雷送到了重庆医科大学 附属永川医院 为防止雷雷因湿血过量 引发生命危险 以医生立即给她实施 近心端止血 抗感染处理 同时对雷雷的伤口 进行了缝合手术 虽然雷雷的出血得到了有效控制 但是她依旧未脱离生命危险 仍处于昏迷状态 医生们感到十分担心 雷雷被毒蛇咬伤之后 蛇毒是否已经攻心 雷雷的手臂已经造成了肌腱损伤 是否会给她以后的生活带来影响 毒物伤人事件时有发生 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处理 平安365 急诊24小时 正在播出 由于雷雷是被毒蛇咬伤 毒液一旦顺着血液游变全身 很容易导致她肝脏功能衰竭 引起生命危险 医生在给雷雷止血的同时 也对她进行了抗蛇毒的血清注射 同时采了她的血样进行常规检查 这个小孩的肝脏功能影响还比较小 虽然这个小孩 他的初血比较多 因为伤口比较大 但在初血的同时 他毒液的流向体外 或者是毒液的排出 也是有好处的 经过及时救治 雷雷脱离了生命危险 但是由于她的右手臂肌腱受伤 手臂的活动能力是否会受到影响 还需要根据恢复情况才能判断 那么雷雷到底是怎么被蛇咬伤的呢 看见机跑到这洞里面去 然后我把头扔到里面去看 又没看见 然后我的头还要遮着手的 这时候还没伤出来就被蛇咬了 当时被蛇咬了以后有什么感觉 就像被蚂蚁咬了一下 像被蚂蚁咬了一下 对 很大只蚂蚁 原来雷雷在抓鸡的过程当中 看到自家喂养的鸡跑到了柴草舵中 于是将手伸进去 想将鸡抓出来 不想被蛇咬伤 杨女士情急之下用菜刀将她的手臂割伤 带来二次伤害 幸运的是经过医生积极抢救后 雷雷得以脱离生命危险 那么雷雷妈妈用刀割开伤口放屑的方法对吗 这个菜刀它就不好控制这个伤口的大小 一刀下去伤口都很大 而且它的菜刀比较锋利 花得比较深 所以它这个菜刀选择不太合适 由此可见 雷雷妈妈在孩子被蛇咬伤以后 选择放屑的方法是正确的 但是没有把握好分寸 那么被毒蛇咬伤之后 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处理呢 假如我们的蛇咬伤这个部位 咬伤这个部位 那么我们咬伤后 紧急在这个蛇咬伤的进行端 用布条或者是稍微弹性的橡皮筋 跟它结扎 但结扎不要太紧 那么结扎过后最多 最多能在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后我们就要放开 那么我们放开过后 它的这个毒蛇咬伤后 它肿胀它要朝这个心脏走 假设我们走到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结扎就是这个肿胀 和这个正常的交界的部位 再结扎 尽量把它的毒素能够给它放出来 那么我们简单的就是用嘴吸 用嘴吸把它吸出来敷压 然后假如说要我们嘴吸 这个口腔没有伤口 如果口腔没有伤口 我们可以用一个小的塑料袋 把口腔包住再吸 杨女士明知自家附近有毒蛇 但并没有引起重视 差点造成悲剧的发生 像她这样 由于安全意识不足 导致孩子在家被毒物咬伤的事件 时有发生 2016年7月19日 正在睡觉的小美 被蜘蛛咬伤导致右脸肿胀 出现昏迷症状 前年晚上剩两个都把它咬了 昨天早上起床逐渐逐渐都有点肿了 到了中午一两点钟睡了午觉起来 都更加上肿了 中午困扰 它来种蜘蛛是属于到处爬到屋里 墙壁地窗 窗哪里都要爬出去 那么被其他毒物咬伤以后 我们又该采取怎样的急救措施呢 平安365提醒各位家长 要对孩子进行安全教育 避免孩子到蛇经常出没的地方玩耍 同时要注意定期清洁房间 及时清除家里的蜘蛛网 如果不小心被毒物咬伤 应立即到医院就医 2016年8月21日傍晚 贵州省淮仁市一辆清井货车 与一辆水泥罐车迎面相撞 导致水泥罐车驾驶员被困在车内无法中台 淮仁市公安消防支队茅台中队的消防员 赶到现场后发现 被困司机的腿部和腹部 被变形的车体和方向盘死死卡住 索性他的意识清醒 尽力咬紧牙关忍住腾痛 由于救援空间有限 消防员先用小刀 对驾驶员座椅周围的海绵进行切除 扩大空间 再移动座椅 使被困人员的腿部有着活动空间 最后剪断方向盘 才最终将驾驶员救出 索性被困司机仅由腿部受伤 且伤势并无大碍 此次事故是由于蓝色轻型货车司机 未按规定汇车造成的 故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